还把我们的家庭的圣经啊 很多的书啊都抄家 每一次抄家 不是一次好几次的 特别是前段时间的奥运以前啊 那个国保级啊 还有宗教级啊 还有当地的政府啊 又来到我们家里 他说要停止计费 现在是敏感的时期啊 你是聪明的 他说你要停止这个计费啊 我说我们家庭寄费呢 我们是一干来这个传统习干的 我们没有违反的宗教哪一条 我们的家庭寄费呢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拜上帝 就是遵守上帝他的十条见面 我们本身遵守上帝的见面呢 也是爱国 那后来他就恐吓了 威胁了 那后来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寄费 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 那你那中国政府呢 不但说宗教信仰自由 说什么呢 对外呢 说到呢 中国呢 宗教绝对的自由 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就感受到呢 我们经常逼迫 经常受到冲击 甚至发坎啊 基督啊等等 恐吓 什么都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教派呢 也是特别的 我们不是星期天的 我们礼拜六 他要强迫我们 要和大同的合在一起 要和他们呢 一同礼拜呀 还有呢 什么 讲到 讲到要审查啦 还有你讲什么道理 要给他宽啦 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中国政府 他说有宗教信仰自由 绝对是没有的 是偏人的 就是我的观点啊 好的 谢谢广东的温先生 我们也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像广东的温先生 要有亲身的经历的话 请你给我们打电话来 请播10810 或是1087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好的 我继续想接听一位湖南的听众 王先生的电话 湖南的王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推的时间比较长 在每个电视也做过 都是关于宗教的节目 本来这个宗教是一个 不是一个非常有尊义的政治话题 但是由于这几年 可能是担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世界了 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宗教徒 但是在我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既有信仰 报教 佛教 也有一些天主教徒 当然那些是可能也不是在官方的各号子里 现在这个播放这个角力的结果 是我这个不信宗教的人有点怀疑 在声称的这个目的啊 或这种东西 可能有一种强大的东西 或者是政治意图 因此中国这方面也比较的 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 我想它是深怕波澜的那个局面 先把它出来一个谈结构会 天主教会嘛 那么我认为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中国人民的国体太多了 宗教 如果说宗教有生命力一样啊 它跟市场一样 让它在社会上 质然的生活面 我看是更好 好的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 那么 佛西青木师 要综合回应一下 广东的温先生跟湖南 王先生 他们的观点 可以 那广东的温先生呢 我想你刚才也印象了 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我们没有报道过 他这个教会被冲击的案例 那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 这个领导人 看起来 那他提到一个 也是我觉得很 很尴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局面 就是说 一方面 那么基督徒 他们希望 就是说 有自己实践 信仰的自由 但同 但另一方面呢 那么政府呢 又对他们进行 就是说 强力的打压 那么他们又不愿意去 就是搞什么对抗 那么所以呢 你看就是他们 刚才王先生谈到 他们这个圣经也被没收 然后甚至被拘留15天 对啊 那这个呢 特别是99年以后呢 这个政府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就是说 对这些 不愿意在政府冬季 或者控制下的呢 就用一个邪教的罪名 就是所谓的 用打压法轮功的罪名 对他们进行打压 对啊 那我想这一点上呢 这个 这几年是 形势越来越严峻 那我在这里呢 当然是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推动宗教自由的 一个机构呢 是特别希望 真是中国政府 能够认识到 其实 那个 这个 按照国际 宗教自由的概念呢 这个 就是宗教自由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宗教 就是有信仰的自由 另一部分呢 有实践信仰的自由 那所以 其实刚才这个 这个 这个王先生呢 对啊 就谈到的是 就是说 是我们 中国这个 大部分的人民呢 有这个 有限度的信仰的自由 就是说 你想信什么 除了不能信法轮功以外 基本上是可以信 对啊 但是呢 你想去实践 你想去传扬 你想以自己的方式 去敬拜 这个王先生 对啊 他不过就是 原来 就是他是这个 礼拜天聚会的 那么他们信了 这个基督教 一个教派 叫安息日会 就觉得是礼拜六 应该聚会 那么肯定是 被怀疑是 这个异端邪教了 所以就遭到打压 对啊 刚才也提到您的组织 想请您多介绍一下 这个对华援助协会 他究竟在促进 中国宗教自由上面 具体做了什么 那接下来这一年 09年 你们有没有打算 进一步的 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来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呢 那我们的宗旨呢 这个目标 就是最主要的是 为了推动 中国的宗教自由和法治 所以我们希望 以在法治的平台上 这个法治作为基础 来这个推动宗教自由 无论是从中国的宪法 和这个国际法的角度 那我们 这个希望呢 透过达到这个 中国这个宗教自由的 这个就是三个思路 我们叫这个英文呢 我们用3E 就是叫Expose 我们希望透过报道 就是报道真相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透过Encourage 我们就是说 透过鼓励 鼓励这些 帮助这些 这个在宗教信仰 受迫害的这些信徒 包括提供法律援助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叫这个Equip 就是来去 来来来去 对提供训练 就是对这些信徒呢 提供这个法律上的训练 让他们怎么知道 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这个宗教自由的权益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帮助中国的 这些这个律师 尤其是维权律师 对他们有这个 实切的 国际法方面的 那个学习和训练 也是他们有这个 国际法的视角 来推动中国的信仰自由 除了这些具体行动之外 究竟我们要怎么样 去促进在中国的民众 也能够享有这个宗教自由 我提的是说 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部分 像现在原本就已经流传 有一些中文版的圣经了 那现在希望也能够 出新的 新的版本的圣经 让在中国流通 甚至这边的一些出版社 也希望能够 卖更多的圣经在中国 使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能够透过接触圣经 去了解到这个 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个部分 您觉得美国这边 做的够不够呢 我想就是 美国 这个圣经公会呢 一直透过 在国内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 官方允许 印刷圣经的 就是南京爱德印刷公司 对来印刷圣经 这个是很特别 有趣的现象 那个就是说 在中国呢 就是说一方面 有这个 就是说 关于基督徒 所以超过这个1亿 那么但是 只有一家印刷厂 并且这家印刷厂 印刷的圣经呢 是垄断性的 并且它发行的渠道 也是垄断性的 并且是不能够 在市场上流通的 不能圣经成为一个 违禁的这个 美麦的物品 对啊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 当然从官方的角度 是一个限制 这个这个 宗教自由的 一个一个手段 但是呢 你会看到 官方从过去几年 一直在世界各地 举办圣经展 花大量的这个工币呢 在这个纽约呢 在这个法兰克福啊 在这个柏林啊 是就是 就是办这个圣经展览 我想呢 我就说这个 如期呢 花很多钱 在世界各地 办圣经展的话呢 不如在 你像推广圣经的话 那就得 对啊 中国三十个省的首都 先收首府 是吧 对啊 先举行圣经展 让民众了解这个 这个圣经 中国有圣经 那么圣经可以 这个美麦 是吧 那应该是我觉得是 这是应该是一个标志 对啊 那现在呢 目前是一个 是一个平静吧 对啊 这些是 对啊 中国这个面临的 一个一个大的课题 其实 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组织的协助 还有这个圣经的发行之外 事实上您认不认为 说在目前的 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当中 其实宗教的 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上海的朱先生 特别提到了 其实像最近 看到中国大陆 出现一些毒奶粉啊 等等 这个道德 沦陷了一个情况 物质 文明的 大家都追求物质 反而是没有一个 我认为 那就是